各位觀眾朋友們好 現在是美國東部時間1月16日 這裡是華爾街電視華爾街網報 現在我們繼續為您帶來有關中國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來看到來自路透社的報導 文章介紹說川普政府正在吹捧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爭端解決和執行機制 因為這是周二公佈的長達86頁的協議 與北京過去改變貿易慣例承諾之間的主要區別 但是根據周四發佈的協議文本 任何促使美國對中國商品加徵新關稅爭端的最終結果 可能會破壞整個貿易協議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則堅持有強有力的執行機制 說這樣的機制堅如磐石 以使中國可以遵守第一階段的承諾 也就是保護美國的知識產權 遏制美國技術向中國公司的強制轉讓 並通過某些手段促進對美國商品和服務的購買 在兩年內達到兩千億美元 該機制中的牙齒是川普熟悉的管理工具 按照不遵守規定所造成損害按比例徵收關稅 但是根據協議案文 如果犯錯方不同意這樣的結果 那麼唯一的辦法就是退出協議 沒有關於上訴或者是相反徵收報復性關稅的規定 案文指出如果被投訴方認為投訴方的行為是出於惡意 那麼補救措施就是向投訴方提供書面撤回通知 以退出本協議 有一位川普政府官員表示 協議中沒有定義什麼是惡意什麼是誠實 但是行動將基於事實和經濟影響 而中國貿易專家表示 在這種情況下採取執法行動 可能會導致協議崩潰 其他一些美國貿易協議 比如最新的美墨加協議 採取了第三方仲裁小組來解決爭端 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專家斯科特肯尼迪表示 第一階段的執行機制非常簡單 要麼是一要麼是零 要麼是在協議中 要麼是協議破裂 他補充說一方將有可能實施在糾紛中破壞整個事情 而川普政府的官員堅持認為他們已經建立了強有力的解決爭端的程序 兩國都開設了執法辦公室以實地調查和審查有關合規的訴訟 這些不滿將在大約九十天的時間裡 通過逐步升級的官員體系的一系列協商來宣告解決 最後才可以處以懲罰 兩國還同意恢復定期貿易磋商 類似於以往的中美經濟對話 每月舉行一次工作會議 每季度舉行一次副部級會議 並且每半年舉行一次部長級會議 美國企業研究所的中國學者史堅道表示 問題最終還是美國總統說了算 只要中國進行購買那麼他就會很高興 而萊特希澤在周二承認 爭端解決計劃沒有經過測試 並且向記者表示協議如果中國希望他奏效 那麼他就可以奏效 他表示我認為我們會接受測試並有案子嗎 是的絕對如此 而且我們會找出答案 如果解決爭端流程正常 那麼我們會沒事的 否則我們不會 但他說他將利用這一程序嚴格執行協議 下面的一集看到的是來自南華早報的報導 文章介紹說 中國人在周四早上醒來 得知與美國一夜之間達成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被副總理劉鶴譽為雙贏 但是協議所包含的內容詳細信息 直到活動結束後八個小時才被公開 在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布了協議的九十六頁英語復健之後呢 中國財政部於上午十點三十左右發布了中英文文本 在知識產權市場准入貨幣和進口等領域 然而正如預期那樣缺少關於單個商品購買的詳細信息 中央電視台以及其英文網絡CGTN提供了當地時間無夜後 劉鶴與美國總統川普之間簽字儀式的現場報道 但是當一位知名的中國鷹派人士彭斯開始講話時 同聲傳譯就被取消了 官方媒體談論了一個事實 經過十八個月的艱苦努力 世界上兩個最大經濟體終於找到了足夠的共同點 可以簽署國際上公認的這樣一份相對平淡的協議 白宮方面發布了冗長的簽字儀式的完整記錄 包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給川普的信的完整翻譯 當時劉鶴大聲朗讀 同樣中國的政府媒體卻沒有提及這一點 而官方的新華社周四上午發表社論表示 第一階段協議顯示中美正在尋求以更合理的方法來解決分歧 但是他警告說交易僅被視為解決長期複雜兼具爭端的良好開始 而大多數分析者都會同意這種觀點 尤其是在劉鶴和川普及在擁擠的白宮東廳前簽署協議的那一天 美國正在準備對中國電信巨頭華為對美國技術的使用施加新的限制 而中國的官方小報環球時報則重申 這不應該被視為單方面的勝利 並且希望十幾輪艱苦的談判 對中美兩國遏制對抗的衝動具有指導意義 社論表示這筆交易最大的收穫是 雙方都沒有放棄接觸和談判 沒有放棄艱難尋求共識的努力 而中國共產黨的官方報紙人民日報發出了令人們懷懷希望的聲明 宣稱雙邊貿易關係現在正站在一個新的起點 他試圖淡化中國的貨幣承諾與廣場協議之間的比較 廣場協議是八十年代的美日貨幣安排 有人說這有助於引發日本的迷失的十年 他還說中國的巨大需求意味著他應該沒有問題購買另外兩千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和服務 與此同時中國商業雜誌財新在簽署協議後 在華盛頓為部分中國媒體舉行的發布會上發表了劉鶴的評論 劉鶴表示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技術轉讓和金融市場開放方面的承諾 也將適用於中國的其他貿易夥伴 展開中美貿易戰第一階段協議 在這兩個超級大國的雙邊貿易去年減少之後 也許是一個信號 旨在阻止美國貿易夥伴之間的不滿情緒 川普指出第二階段的談判將立即開始 但是他說與劉鶴進行談判非常艱難 但是關稅將在我們完成第二階段後全部取消 但是在任何官方媒體中都沒有提到第二階段 而中國分析家認為這才是艱苦努力的第真正起點 第二階段協議可能涉及補貼國有企業和互聯網監管等更為棘手的監管問題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專注於貿易法的教授王衡表示 由於談判的複雜性 雙方能否達成第二階段協議仍然有待觀察 如果不能就補貼等市場競爭規則達成共識 那麼經貿摩擦可能會持續下去 並且影響到兩國和國際經濟 中國金融科技巨頭京東金融的首席經濟學家 資深中國政策觀察家陳建光表示 儘管達成協議前進的道路仍然充滿障礙 陳建光表示 自從去年以來兩國之間的經貿形勢反覆起伏 表明我們仍然應該警惕未來發生爭端的可能性 此外即使在短期內執行了貿易協定 由於徵收關稅而造成的損失也一時難以彌補 自從貿易戰爆發以來 中美之間的戰略互信已經倒退 而其他領域的摩擦和糾紛常常發生 我們需要為中美關係的複雜性和長期戰鬥做全面準備 下面呢再要為您帶來的是有關於債務違約的一條消息 一起來看到來自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文章介紹說 標普全球評級表示 由於家有拖欠債務記錄的旅生產商 成為今年首家發生美元債券違約的中國公司 中國國有企業青海省投資集團公司上週五 未能支付一筆本金三億美元的債券利息 利息合計一共九百六十萬美元 而標普週二表示已經把青海省投資集團 及其債券評級從CCC級降至了D級 並把上述事件視為違約 該機構認為青海省投資集團將無法在五個工作日的寬限期內完成支付 而青海省投資集團的債券價格較低 表明債券持有人沒有辦法得到全額償付的可能性很高 而根據的數據 週三這筆二零二一年七月到期的三億美元債券交易價格 為面值的百分之四十 而Refinitiv的數據還顯示 青海省投資集團在二零二零年二月到二零二一年三月到期的另外兩批債券價格 分別為面值的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四十六 標普表示對上述另外兩筆總面值為五點五億美元的債券而言 青海省投資集團此次未能如期支付构成一次違約事件 這意味著如果債券持有人達成一定程度的共識 他們可以要求公司立刻支付本金和未付利息 青海省投資集團的財務困境進一步表明 中國政府正在放任國有企業發生債務違約 標普表示上個月天津政府所有的大宗商品貿易商天津物產集團有限公司 成為了二十年來首家讓美元債券持有人蒙受損失的中國國企 青海省投資集團由青海省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控制 標普表示預計青海省政府不會幫助該公司償還債務 而記者致電公司但是卻沒有人接聽電話 目前中國經濟增速已降至數十年來低點 而許多地方政府資金有限 使得政府救助公共和民營部門有困難的企業能力有所減弱 而青海省投資集團在去年二月和八月也出現過延遲支付美元債券利息的情況 標普表示今年中國借款人的境外債券違約情況可能會增加 而標普估計今年將有五百一十億美元的中企境外債券到期 這些債券要麼是風險較高的垃圾級債券 要麼根本未獲信用評級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華爾街電視華爾街網報的主要內容 希望你喜歡並且繼續關注華爾街電視的其他節目 還好 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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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